字幕 李宗盛 喂, 阿Ling 拿着一袋、二袋的 剛剛去完購物嗎? 購物? 不是, 這些東西 打算拿在垃圾桶裡扔掉 扔掉它? 讓我看看是甚麼 用都沒用過的網絡機 還有這麼新的筆袋 真是扔掉它? 很浪費 你不明白了 家裡已經有很多東西 如果我再不扔掉它 媽媽就扔掉垃圾堆田區 我明白了 肯定是跟你日常的消費模式有關 不過這件事我慢慢跟你說 跟你解決了你手上這些最重要的東西 跟我來吧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很多東西 這個攤位的物品 都可以給適用的人免費拿走 而提供物品的人 大部分都像你一樣 就這樣吧 我知道 買了買了又不適用 東西扔掉又可惜 不如留給適用的人 我盡早看有甚麼適用的 我再帶他們回家 你記得 真的適用才好拿 不然下次又拿到一袋二袋 我就不再幫你了 在活動期間 市民可以將一些不再需要用的物品 放在攤位上 讓其他人可以免費地帶走 而且 攤住更加會要求你 在留言簿上面留言 記錄你放下了甚麼物品 以及他們的由來 以及為何會不再需要 希望市民可以值次發思一下 自己平時的消費習慣 而且又可以給物品一個重生的機會 我覺得那些物品 不是真的說 去到變成廢物 這樣這麼無用 希望那些物品的生命 可以得到延續 可以再有人珍惜它 人氣我取 你不再用的 或者我又用 或者我不用 就是對我來說沒有用的東西 對你來說會很有用的 那它可以 你說它一文不值 但是轉個角度想回 它可以是無價補 衣食住行當中 衣服是排行第一的 平時我們最常買的就是衣服 買衣服的時候 總會有各種理由 就好像轉季要買 不合時而又要買 遇到瘋狂大減價 就覺得更加需要買 咦?這些畫面 是不是都好像似曾相識一樣呢? 你是不是曾經都有過 同樣的想法 和類似的經歷呢?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買了這麼多衣服回去 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可以 用得完和穿得完呢? 他們就拿出來這個位置分享 有很多是連招牌都沒差 價錢牌都沒撕的 一些物品 還有你看到背後的有衣服 鞋子 我們多數都是女裝來的 那些女生很喜歡買東西 開心買東西 不開心買東西 還有所有東西都很便宜 變成你買一樣東西 價錢很便宜 你就可以買很多 多到其實是你自己 家裡已經飽和了 你已經不再需要了 還有一些科技的周邊產品 好像手機殼 你每換一部機 或者就算你不換機 你的殼都會因為個人喜好 而買多一件 在這幾年開始 網上購物吹向大眾化 只要幾個簡單的申請程序 我們就可以享受網上購物的樂趣 但是正正就因為這種方便 和快捷的消費模式 我們在選購的時候 都會變得比較大方 不管是否適合自己 買了就會覺得開心和滿足 我覺得現在很多市民都是 因為澳門是一間 很多東西買 很多東西都很漂亮 很想要的地方 所以有時我自己都是 我看到東西很漂亮 我就買了回家 誰知道買了回去 發覺原來 都是很少會用到 究竟 是否因為物品的價格相移 我們就一定要買呢 買了回去 又是否真正能夠用得其所呢 大家都用物品的價錢 去量度它的價值 變成它是否真正 對你來說是否真正有價值 用了金錢去量度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了本身的用意 是一時衝動 有些就想著買了先吧 便宜 不知何時再便宜 就這樣心理 我就不是 我喜歡用多少買多少 有用就買沒有用 我可以不買 我可以幾個月不買東西都可以 很多人在購物的時候 都分不清自己 到底是想要 還是需要 如果 只是因為一時想要的欲望 而買回來的物品 可能過幾個月之後 就會變成家裡的廢物 之後 更加會淪為垃圾 而被丟棄 買回去沒有用 便存在很多沒有用的垃圾 然後就扔出來 又製造很多垃圾 過度消費 只會不停地消耗地球上近有的資源 而且會直接製造不必要的廢物 而物品的生產過程 和廢物的處理程序 亦都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 影響人類健康資源 更加會破壞生態環境 有用就不用買了 我覺得不是爛的 還可以給人 殺了之後 接口收回的乾乾淨淨的話 不要吵不要成的 都可以再給人 不一定需要透過我們的平台 因為很多時候 我都不知道送給誰 其實你送給自己身邊的朋友 和親戚朋友分享 這樣開始 大家都真心體會到 凡是珍惜的心的時候 其實免費活動已經不再需要 由現在起 我們要學會用得其所 以及和其他人分享 好好愛惜自己的物品 這樣可以延長物品的使用壽命之餘 又可以為自己省錢 其實有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想清楚 即購物之前 可以先想清楚 想一下 我買一包的物品 真的會要的 我會不會真的用的 想清楚再買 那就會比較好些 我們經常都說 要環保 要保護我們的地球 從今天起 我們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自己的消費模式 留意一下自己有沒有過度消費 而造成太多浪費 我都會改變一下自己的消費習慣 即是有需要才買 除了環保一點 還要省錢 即是一句兩得 這些對自己和地球都這麼有益的事 你又怎可以不響應呢 等等 我都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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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傾物 就沒有法領法 我都在那裡 不可能 都要拿到 在做一個小型的稿 跟三小型的矿子 說明 每個鼓有網子 沒有法領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